第九题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.化学反应在密闭容器中进行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老师说质量守恒定律要在密闭的环境中 可是密闭的环境不代表容器一定要密闭 只要我们所产生的物质不会溢出不会跑出去就可以了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.化学反应若产生气体则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这也是错的只要我们这个气体不会溢出 它一样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选项C.化学反应进行过程若产生热量 则不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这当然是错的 质量守恒定律与它这个反应是吸热或放热无关 选项B.质量守恒定律在一般的化学反应中皆能成立 这个是对的 第九题 我们说根据质量守恒定律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.质量守恒定律 Katherine做地,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在一般的化学反应中皆能成立 double-。 您冐 rear牛塗叙迹